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阿拉 今天在观音桥住院逛街的时候 发现了这一家包包当中的奢侈品 它主打的是海鲜小笼包 那我点的是一份翡翠小笼包 其实它就是有点类似于罐头包 就是没有我们在北方吃的那种罐头包 个头那么大 但是它还是属于那种 皮薄汁多的那种 可以给我看 我刚刚为了尝试它这个皮薄不薄 我戳了一下 它这个汤汁已经露出来了 可以看到里面翠绿色的这个蔬菜 和这个虾仁的整体轮廓 所以说它这个皮应该还是蛮薄的 也是轻轻一戳 它这个汤汁就会渗漏出来 我现在来试一试它的味道 所以个头看起来还是很大 里面好像真的只有虾肉和蔬菜 所以一口吃下去的话 就是那种虾的鲜香感和蔬菜的清爽感 那因为它整体是属于那种开放式的厨房 所以说可以看到里面他们制作的这个过程 现做现包现蒸的给你端出来 那喜欢吃这一类东西的朋友的话 可以来试一试 那它因为做法跟传统的这个包子有区别嘛 就是价格会相对传统的包子来说要稍微贵一点点 不过我觉得也能接受 毕竟应该是包包当中的奢侈品了 所以说应该是能接受的 就不要说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待会找个人采访一下 那我们是收工之中 还有我们香港出场都是出了几十年的吧 真的从今现在我们也是第一家了 还说不去 除了鞋网之外 你先把外面吃小笼包 最多的都是鞋网 鞋网其实是江泽一代发明过来的 它这个还是比较普遍的 比如现在我们有点圣子小笼 或者是包与小笼 原本小笼 这些东西都没得 现在做包子 做小笼都没得 现在做没有重新一下 你们这边做到了独一屋 主要是羽营养间 嗯